谁让你在这吃泡面呢 你是谁呀 别人都在这干活 你上班吃泡面 松开你是谁呀你 你不想吃吗 谁让你在这上班吃泡面的 你是谁 他是老板 对掉去 我还要忘了他爹呢 你还打他 你不想吃吗 别人都在这干活 你上班吃泡面 你是谁 我问你谁 我是谁 这厂里的缘工都给我管 你说我是谁呀 我知道了 我听他们说了 最近来个骄装跋扈的猪 还嚣张扒诺 你不是想吃吗 我让你吃吃吃 你 我告诉你 嚣张把火住管是吧 天天 仗势欺人 欺负他们 救你是不是 就是我 怎么了 救你 好 我告诉你 说我怎么了 没关系 谁给你招进来的 谁给我招进来的 我说出来 我怕吓死你 我还真不怕 你说 孔长长 我表 小孔是吧 小孔 小孔是你教的 别告诉我 我就这么说 怎么了 怎么了 我给小孔打电话 他给你招进来的 是吧 还真有表哥号 来 我跟他说 哎 表哥 刚才这厂里有个员工 不听我管 在厂里吃泡面 弄厂里一地 还撒我一扇 把我这一千多的裤子 都弄脏了 你还会落人心高中 让我看着办是吧 行行 表哥 好嘞 好嘞 我知道了 现在我通定 你滚蛋了 卷不开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让我卷不开一种人 你是谁 你是谁 还有我大呀 我告诉你 我让你最后再嚣张三分钟 我嚣张一辈子 我嚣张三年了 你嚣张三年 怎么了 怎么了是吧 好 你这么嚣张 对不对 现在两件事 我通知你 第一 你把厂里的泡面 你 等等 第一 你把这泡面弄脏了 罚款 第二 你冒充老板 罚款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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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废话 好 钱我有 我告诉你 拿了吧 你给我 我怕你有那个拿没被花 我活到九十九 行 钱够不够 不够 因为我上老板办公室酒去 还老板办公室 你知道老板办公室吗 不知道吗 够够蛋吧你 你 过来 主管 你什么主管呢 他是老板 他是老板 我还是老板的 来 罚款闲事上班 罚款 差点了 我见不见 他过 我来 拿 拿 拿 废话 拿 拿了吧你 这两百 就干什么呀 就交房贷 还可以给我还车贷 拿 全部给我拿了 你 主管 我家里困难 你家里困难的 困难 来 你把地下的泡面吃完 我给你一百 来 吃 快 你吃 气死我了 假主管是吧 喂 假主管吗 立马到我办公室来 限你十分钟 赶快过来啊 对了 再带上你那个 嚣张麻烦的表弟 赶快过来 老板 你怎么又来了 我不想干了 你怎么不想干了呢 就是 刚才欺负你 那个狗组长 我跟他说 你是老板 连我也打了 连你也打了 对 没事吧 没事 主要是工资也给我可扣了 可扣了 嗯 老罚款 我不嚣张了 老罚款 嗯 那你们之前怎么不说呀 哪敢说啊 真是的 给他嚣张 把握惯了 老板 啊 听说 咱们每个月都有福利 对啊 对啊 每个月都有啊 那我们怎么没有啊 没有 对啊 你没领到吗 没有啊 这不快冷了吗 这个月福利就是棉库啊 你没领到啊 厂里两万多人都没领到 都没领到 对啊 那这些福利哪去了 哎 要想起来 嗯 就那天啊 我看见狗组长 嗯 给甲组管 他俩荷毛啊 把这些东西都拉走了 都拉走了 听说是卖了 卖了 嗯 好啊 竟敢偷工厂里的东西 老板 你看我 都穿着大裤衩子呢 马上冬天了 别担心啊 这个福利 我会给你补上的啊 这 哎呀 你这个小黄王 哎呀 来 起来 行 干嘛呢 你坐 你坐 我肯定 坐稳了点啊 他说 老板 你坐 老板 快起椅了 你怎么不早 这一题 表姐 坐呀 我看你能不能坐稳 老板 他不认识你 他不认识你 不好意思 这就你招的人是吧 什么阿包阿狗 都要扯你招 是不是 我是大学生 老板 大学生 你还大学生呢 学文化都哪去了 就饭吃了 海龟 海龟 我看一下乌龟 海龟 老板 你看 别生气 别生气 你过来 我告诉你啊 今天 厂里发货 发不过来 我忙了一天一宿 小刘给我泡了一碗泡面 他好 都护我脸上了 你怎么护老板脸上了呢 我以为是农民呢 他不认识你 农民 农民就不行 吃泡面了吧 农民 看你就烦 还有 他说把地益弄脏了 罚了五千块钱 是不是你让发 还发钱 你不让发 他能发吗 拿着鸡毛当令件 我只是让他 小小的惩戒一下 惩戒 谁让你的罚款了 工厂我给我规定 不许你罚款了 下次不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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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你知道来什么事 什么事 我这两个事跟你说了 还有件事 这个 吴立 哪去了 吴立 都发了 第一人发一条 都发了 这个我知道 这个上回 我表姐让我叫了 十几个大人 拉出来 卖了 两三万能的 卖了是吧 没有 可好卖了 到我们村里 说 到底卖不卖 老板 我跟你实话实说吧 这不咱公司新品吗 然后我儿大爷来 看着裤子挺好的 就拿回家去了 结果 他们都买了 整个村都说好 别得让我拉两卡车 然后那个 我就叫着他们 挖了三卡车过去 结果 你想卖五万吧 两卡车 你又拉了三卡车 对啊 你贪污了一车吧 好 分赃不均 是吧 你俩 是不是分赃不均 你看我这不是为了公司 好吧 你卖了那么多钱 每一条卖多少钱呢 你 我 卖 卖一百九十九 卖一百九十九 二百九十九两条 你拿我话 当耳旁风了 是不是 开会的时候 我不告诉你了吗 只能在线上卖 而且只能卖两位数 你卖那么贵 老板 你做生意得灵活一点 这裤子这么好卖 你不得多挣点钱吗 我灵活一点是吧 你俩来做 你俩来老板 来来来 要动脑 是不是要活跃了 不行 不想跟你说话 凭本事挣钱吗 我告诉你啊 钱 你卖了 对不对 今天 我来你 我也不想多废话 两件事 我告诉你 第一 他可靠所有员工的工资 给我双倍给我补歇 能不能补歇 我没钱 钱都到你那了 表姐 卖了好几百万 补不起是吧 你俩 我现在不要靠你 赶快给我走 走走走 走就走 告诉你 还有 公司给我补歧 你卖的这些 所有卖的贵的差价 全给我把退了 为了 对 我这是为了公司 穿上笑页 我以为公司还 挣多少钱呢 那我还得给你 发个奖状呗 也可以 你还真的可以啊 我告诉你 你能不能退 哎呀 我跟你说实话吧 这钱我都慌了 我都买一个 慌了 买了一个别墅 买别墅了是吧 你还能用工款啊 你能不能给我退了回去 哎呀 老板 我都慌了 怎么退呀 不能退是吧 行 那我要你吃几年免费的饭吧 哎呀 老板 你说 我都跟你十多年了 就这点钱 你干嘛呀 非得撕破脸嘛 你能不能退 想不想吃免费的饭 哎呀 我退退 退行了吗 第二件事 一会儿 带着你那嚣张巴默的表印 到你的工位 把你的东西收拾 到财务 领工资 给我走人 什么意思啊 辞退我啊 对 你这种嚣张巴默的员工 老板 我跟你十多年了 我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吧 公司最开始 什么都没有 是我啊 是我啊 公司的螺丝钉 的是我安的 你 哎呀 我有你的今天吗 赶快给我走 行 等着瞧